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证的留言 好了,这次我们就讲一下 大家知道,美国有两大伦国 加拿大,这几年都跟美国 甚至比美国更加做得狼胎 我只是抗中,做这个烂头筋做得很厉害 看看美式的民主灯塔 为什么召不到墨西哥呢? 墨西哥作为这个过亿人口国家 好像他和美国 当然,和美国关系密切 但是,为什么行不到 美式民主 好像美国这样的呢? 这个也很正常 美式民主真的有很多国家行到 而且他们做了你轮角这么久 如果说真的要走你过去 一早就走掉了 不会等到今时今日2024才说这些 这个也是你说的 民族贸易和更加紧密的一体化 可以将墨西哥从一个充满违禁品买卖 贪腐的一党制民族主义国家 转变为一个和美加一样 拥有稳定体制的多党民主国家 其实美国也不是多党 两党制,加拿大就好一点的 他的经济模式也将更加接近美加的模式 除了说西班牙文之外 其他更加接近美加的 所以 北美自由贸易是应运而生 并且这场赌注最终得到了回报 因为墨西哥帮他们做很多东西 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物业伙伴 并且美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 超过两千亿美金那么多 同时墨西哥也通过了一系列改革 确保选举更加公正 加强了司法体系 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监管机构 但是之后 这个 蔡迪略 就是当时的墨西哥总统 这位行事低调的技术专家认证客 亦是将墨西哥 慢慢想将他导向西式民主之路 当然墨西哥行的是不是也是 但是他之前是只有一个形态 是不是真的行呢 其实行得比较差 当然这些改革也都必须 大家已经 看到墨西哥真正的民主总统来了 但是现在 事情又翻天覆地了 墨西哥前总统 诺佩斯或者努比斯 以及他的继承者 是 辛巴姆 亦都是对北美自由协定 以及后续的协定 美墨加三国协定 带来的贸易和投资增长 比较没有 但是 在民主和经济问题上 墨西哥 和北美地区的其他两大巨头 即美墨 在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就是觉得 喂 为什么他感化不了你 你应该好像我们这样 这个就是他们的盲点 为什么一定好像你这样 现在他跟你有点不像 其实都行得挺好的 经济上还可以 你们都得到着数 那当然 在过去三十年里面 墨西哥 一直 是希望 就更加发达 但是 这个 努比斯和他的继任者 辛巴姆 亦都是 好像 就没有 是 美加这样的想法 或者走向美加的那条路 辛巴姆 亦都是刚刚上任 他身后 就是他的政治导师 就是墨西哥前总统 诺佩茲 在墨西哥 当然 他们这两个 为什么这么左 他们 他就说 很左 而且他那种左 是那种拉丁美洲式的左 就是 有点反美的意思 这也很正常 因为过去美国 将拉丁美洲 当作自己后院 10月1号 宣誓就职的包申母 就认为 墨西哥在1982年 犯了错 当时 市任总统 是 德拉马德里 其实是通过 自由市场政策 压制了 飙升的通胀 和过度的借债行为 他推动了墨西哥开放的贸易 解除了管制 并且实现私有化 亦为北美自由协定 是奠定了基础 但是 在接受金融时报 他就认为 82年到18年 努比斯 就是他的前一任 当选之前的这段时间 其实 墨西哥经历了36年 严重的贫富懸殊 和不公 但实际上 在通胀调整之后 墨西哥 在82年到18年期间 实现了 规模 翻了一番 虽然这增长 带来的利益 并未能平均分配 富裕的北部地区 仍然 获得较多可处 包新武的改革 和他的导师 即是 洛佩斯 的方案相似 包括 直接民主 所有的 法官 都是由选民 而产生 大规模的社会 福利支出 和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 以及 军队 将在经济中 持续发挥作用 军队将持续掌控 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 就被问到 是否相信机构的制衡 他就说 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但是人民到底决定得怎样呢 就很难说了 乐观主义者 也认为 包新武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人 能够和他的导师 是洛佩斯执政的理念相近的 但是包新武本人 就是这个叫 麦西哥第四次变革的忠实信徒 就像他之前说 我们一定参与这个项目 一定 是不存在所谓的缺烈 当然他就是 跟他的导师一样 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委内瑞总统马杜罗 亦都是 大家知道马杜罗 因为 涉嫌 是为禁品交易 而被美国 是 通缉的 但是 他还参加了地区峰会 另外 墨西哥政府 就是他说 你为什么令到马杜罗 你不捉了他 因为他在通缉 美国通缉 你为什么不捉了他 交给美国 这个变成外交事件 很严重的 另外墨西哥政府 亦都将古巴 原来他都向古巴政府 捐赠了石油 并且访问 墨西哥的古巴医生 可以 原来 墨西哥 亦都在医疗方面 资助古巴很多 并且为访问墨西哥的古巴医生 支付了费用 这些举措 亦都是帮助古巴 包心目 其实是西方最不喜欢的 为什么 你不拘捕普京 因为包心目 邀请了普京 出席他的 就职电禮 华盛顿究竟担心什么 那当然 拜登政府的高度 依赖墨西哥来降低 历史新高的移民潮 但是对于边境 以南的激进变革 几乎 他就想 他跟美国那一套走 因为跟美国那一套走 因为很多厂 中国很多厂墨西哥 其实他就想墨西哥 去压制中国的投资 但是墨西哥又不肯 墨西哥果然很聪明 墨西哥手上 最大的筹码 就是变静 你不要逼我 你逼我 我管不住那些难民 他走过来我顶不住 不要逼我 这些国家都很棒 不是你帮我顶住他 顶住 我帮你顶什么 顶什么 顶你的肺 当然这位总统 希望变价 美国企业对墨西哥的 独立司法体系的瓦解 当然你瓦解了 和计划取消 是制衡的机制感到不安 墨西哥的胡椒粉团火 越来越多地盘 美国国会和投资者都注意到这点 自从大选之后 其实墨西哥的批索已经跌了14% 当然这些东西 你敢说他或者搞他 他就放软手脚了 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猜不住 是边境的人 包申母已经说明了 他希望 行这个叫 如同红掌都可兼得的制度 是什么 既享受北美贸易一体化带来的经济 的利益 又 不遵从 轮角逼我们 即是美国逼我们行的制度和民主 以及 和中俄都是有合作的 这些才是正好 不是这样才对吗 墨西哥当然 看回他们民主变革的设计师 蔡迪略 已经说 你这样不行 他在国际律师协会上就说 上一任总统 这个洛佩茨 和现在这任总统 包申母 第四次变革 令到墨西哥由民主变成暴政 这是他说的 墨西哥看来就当你 不是这回事 当然 墨西哥的民主变革 究竟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 墨西哥比以前 这个 治愿好感一点 我觉得 墨西哥 会不会 就会被美国逼到他 动手 向中国加征关税 这些什么呢 其实他有些东西都加征了关税 但是 始终墨西哥都是正的 都是来者不拒 当然美国逼他逼他选的时候 他可能有些东西都需要选择 但是 苏花来说 你逼他的时候 他也是变相逼 不用变相 他真的可以逼你 南部边境 这个是控制了很多东西 控制了很多东西 意思就是 如果你逼我 或者不准支援我 我控制不了南部边境 亦都是 我控制不了南部边境 那么 你不用选了 是吧 美国会 就手旁观应该不会的 好像当年 马世纪又逆总统 博尔索纳罗 亦都授权军队 还有是 攻击政府机构 还有是 密谋政变时 美国会怎样 他这样的意思是否说美国会帮 墨西哥总统对家搞政变 不如这样 一搞政变 国家一乱 又有人跑去美国 以前 其实墨西哥 本土人去美国就 有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所以墨西哥的经济都好了 对 对了 这个国家一乱 和经济一差 又来了 不好意思 很乱 撑不住 哎呀 我的人都跑去南方边境 你又很麻烦 现在 当然 这个西方他就以为自己很聪明 就说 我们拯救你墨西哥民主 为事美满 怎样拯救 而且你很傲慢 觉得我是拯救你 我是救世主 而华盛顿 当然 如果他真是 激怒墨西哥 其实他长期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无论你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好 边境改不了 对吧 你没理由 拆走边境 那你就自己想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 敬礼 敬礼